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除你意外 戰衣 徐玉琴 我初初做牧師的時候 有一次崇拜洗禮 有一位信了主很多年的襄陽姐妹 她用紮備和教訓的口吻說 為何你不穿牧師袍 你知不知道 這個是這麼重要 這麼神聖的大日子 對我們襄陽就更加添 我們多難得在人的面前 有這麼光榮的時刻 你竟然這麼興奮 我即場被摘爛的感覺 真的不好受 但事後我反省 又覺得這位姐妹說的 是十分有道理 只是我當時因為案目 沒有多久 我真的沒有穿牧師袍的意識 我也沒有想過 這位襄陽姐妹的反應 這麼強烈 事隔十二年 我仍然多謝她那次對我的提點 蔡元雲醫生太太曾經對我說 徐姑娘你做了牧師 以後凡是聖禮和婚喪喜慶 你都必須要穿上牧師袍 這樣才讓人知道你是牧師 也可以突顯到你尊貴和神聖的身份 對信和不信的人 都是這麼重要的 我好多謝蔡太太 她愛心和有智慧對我的鼓勵 見陽姐妹是一位藝術創作人 一次洗禮之後 她來到我的面前跟我說 徐徐呀 你穿上了牧師袍 我感覺 好像是神和你穿上一件戰衣 去為主爭戰呀 哈? 牧師袍是上主給我的戰衣? 有多生命 多有意思的說法呀 令我想到 在幾年前 一位病重的弟兄 陶智威 她是幸福營創辦人 潘寧卓 Jacky 潘寧卓的丈夫來的 我去威爾斯院探她的時候 我記得臨走的一幕 她好努力的搶起來的 為我按手祈禱 我好深刻記得 她求神幫我穿上全褲的軍裝 她知道我這個小女子 在方舟之家的侍奉 很不簡單 很不容易 所以為我作出這樣的討告 我敏感 於心 也都銘記至今 最近 我為一對相識了很多年的長輩 一對夫婦洗禮 由於世伯身體很虛弱 還有有病痛 於是洗禮就在她的家裡進行了 那一日 滿屋都是她們的至親好友 見證著這一段又美麗又感人的時刻 當中有一對少年兄弟 哥哥就十六歲 弟弟十四歲 是洗禮者的嫉孫來的 這兩兄弟很小就認識我的了 他們第一次見我穿上牧師袍 眼睛睛看了我很久 哥哥就對我說 徐牧師呀你今天好帥 我將來都要做牧師 他的聲音流露出很羨慕 和帶著敬意 我看著這一對笑不更事 又進朗又溫馴的小哥兒 我溫柔又微笑地 跟他們糾正 做牧師必須要是有上主的膚照 和人真是願意回應這個照明博 兩兄弟都點頭未笑 其實幾年前 我已經交託了我的家人 和我的好友 如果我有行蒙主寵照 我的意願 是穿上牧師袍 不需要蓋那張十字皮 我要穿著這一件戰衣 去見我的元帥 耶穌基督 就好像保羅所說 那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 提摩太后書 四章七節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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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in 爺